他十年全勤却成中国南兰背锅侠,如今38岁打最后一年退役让人感慨亚运会,中国南兰红队在小祖宅中先后战胜菲律宾与哈萨克斯坦,以第一名的成绩出现机身八强,将在27日晚间迎战东道主印尼队,赵继伟,殷商休战,方硕等空位被网友们喷得体无完肤, 看也不禁又想起中国南兰那个曾经费了十年黑锅的背锅侠,如今即将退役,又时不时被人提起,黑也好,怀念也罢,刘伟作为球员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,刘伟自97到98赛季开始为上海队征战17个赛季,14到15赛季转会新疆,后又效力四川之上赛季结束,新赛季刘伟将重批上海队8号球1, 征战自己CBA球员生涯最后一个赛季,落叶归根,38岁的刘大在这最后一年,也将以感恩之心完成从球员到教练的蜕变,回望中国南兰这十几年,说到功勋球员, 我们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,姚明、大志、易建莲、朱邦宇、王诗鹏、李楠等人,却很少人会想到刘伟,关于刘伟的评价,全是些不堪入目的负面言论,中国南兰最薄弱的位置就是空位, 而作为当时国内的第一空位,刘伟就不幸成为攻击对象,荣誉与他从来无关,志则却是如影随形,刘伟国家队生涯参加三届试锦赛,三届奥运会,三届亚运会以及四届亚锦赛, 这是中国南兰历史上一个前五古人的记录,刘伟也是国家队李师年来唯一一个,全其队员,十年背锅签夫指,相逢一笑眠仇,2002年,施锦赛,是刘伟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征战国际大赛,那一年他刚刚和姚明一起带领上海队拿下了CBA冠军,国家队空位线上李小勇,范斌相继退出, 22岁的蔡鸟刘伟火线救援,匆匆上位,这届是锦赛姚明场军,可以得到21分,9.5个篮板,2.4次助攻,1.8次盖茂,并最终入选最佳阵容,然而中国队一胜七附近获得12名,这次经历让刘伟出场了国际赛场的残酷,一个月后釜山亚运会决赛,堪称刘伟悲惨的背锅生涯序幕, 在最后关键时刻,刘伟在韩国队员紧逼包夹下丢了球,中国队的冠军声声币被韩国队抢走,即便过去了那么久,刘伟仍然心存愧疚,难以平复,那应当是我一生当中最难过的时候,从那个时候起,我才知道什么是千夫所指。 2004年雅典奥运会,中国队险进八强,姚明直言对队友很失望,这届比赛中姚明的唯一帮手是李南,而以进攻卫场的刘伟的组织能力再次被构定。 08年奥运会中国南篮,堪称是最强的一届,对阵西班牙那场堪称经典,刘伟整场都发挥出色,砍下了全队最高的19分,然而比赛结束前6.5秒刘伟再次掉了链子,面对卢比奥的紧逼将球运出了边线, 让中国队错失绝杀机会,加实在中国队体力不知败下阵来,可谓成也刘伟,败也刘伟,面对美国,孟之队,刘伟对抗的是巅峰基德,保罗与德龙,表现还算中规中矩,十年世锦赛,刘伟再次因为关键球处理不当成为众矢之地,对阵俄罗斯队,中国队领先时又是他反击中备断球,让对手趁机锁定胜局,对阵希腊, 中国队79比81落后2分,刘伟刚进3分线内一步急停跳投打铁,被对手追身反击命中拉开到4分,淘汰赛对立陶宛,中国队第四节62到67紧落后5分,刘伟快攻反击中抢头3分偏出,立陶宛成时打出一波4-0电定胜局,08年后,中国南篮进入后姚明时代,经历了多年的兵败低潮, 12年伦敦奥运会武战接负后,32岁的刘伟长输了一口气,之后他终于可以不用飞黑锅了,从之前曝出与姚明不和远走新疆,到如今回归上海队,刘伟也与姚明兵士前嫌,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,让中国南篮发展得更好,魔力多年至卫师,归来仍怀世子心, 要问为何刘伟身上的黑锅一倍就是十年,有多方面原因,首先就是当时中国内线很强,控卫群却十分孱弱,刘伟经常打满三节时间,而当时的替补控卫球员上场后,中国对进攻端陷入混乱,刘伟休息不了多久,又得上场, 这直接导致多次关键时候因体力耗尽而造成失误,成为最大的黑点,其次是控球后卫,并不是刘伟的最佳定位,但无奈控位极缺,刘伟的进攻能力强但是组织能力一般,缺少大局观,这也注定了他更适合得分后卫,很多场国际赛事,刘伟在最后的投篮不太合理,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,此外刘伟的传球视野也比较局限, 当时为好姚明,就是一个合格控卫的标准,可见控卫线有多么缺人,最后是局势所限,球迷们津津乐道的,难以安全过半场,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侧翼大斗市内线出身,运球能力普遍不强,控球压力全部在刘伟身上,加上部分球迷只看过幕年刘伟的比赛产生了刻板印象,以及某位年长解说员比赛中的山峰点火, 一谈到刘伟大部分球迷都嗤之以鼻,刘伟的很多优势都被人遗忘了对抗能力,他有亚洲一号位球员有史以来最好的身体对抗能力,年轻时达到了90千克,在和欧美球队的对抗中,亚洲球员吃亏,就在身体对抗太差了, 而刘伟甚至在与立陶安、西班牙等欧美后卫的直接身体对抗上取得上风,而国家对很多替补控队虽有昙花一现的精彩表现,却不够稳定的原因就是身体单薄,在国际赛场的强度下难以发挥,防守能力, 由纳斯曾称刘伟有着一流的防守能力,去欧洲并集聚的部,打空位一点问题都没有,中国队除了姚明外,防守最好的就是刘伟了,当然这也是以身体对抗位基础的,防守能力是很多球迷最容易忽视的一点, 只看见他关键时刻的失误与落头,却没看见他一次次限制着对方后卫的发挥,纵使是现在最火热的大侄子郭艾伦, 虽然控球能力和突破能力都不错,但在防守短时的是个大坑,在四年前亚运会赴于日本的那场戴战中, 让中国队一直以来屡屡遭遇诟病的后卫线,再次陷入了指责和批评的漩涡,两名后卫刘小宇和郭艾伦的表现糟糕, 三分球都是六投零中,加起来只得了八分,这一点,从部分老球迷的评价中可见一般, 以前看刘伟在场上的表现,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,把球带过半场,就交球了,传球意识也不行,只能自己进攻的点分, 可是,不必不知道,等刘伟下去,换其他人上来,经常被对方打出小高潮,有时甚至过不了半场, 这才发现,其实相对来说,刘伟还算可以的了,得分能力,目前刘伟的CBA总比分为9919分,距离万分先生仅81分之差, 下赛季达成问题不大,刘伟即将成为朱方宇之后第二位总得分超过1万的球员, 而在CBA赛场有近10个赛季,保持18加5加5直上的稳定数据,这一点在中国空位中,也是十分难得的, 在世界级的比赛中,刘伟也有多次两位数的表现,这还是在起初首次数排不到前三的情况下完成的, 他敢突敢投,跑动响分能力和空位三分能力令人印象深刻, 虽然有的投篮选择非常糟糕,在球迷看来,刘伟也许不是一个好的空位, 但是的确是当时最出色,最合适的人选,这也是他经历了多任主、教练仍长期国家队首发的原因, 写在最后评价一个球员,不能用现在的标准,也不能一味吹嘘过去, 而是看他在那个时代,是否是最适合的,而刘伟就是那个时代最好的选择, 这一点毋庸置疑,目前中国南篮正经历着更迭换代,改革翻新的阵痛, 以郭艾伦、赵继伟为首的空位们正接过一波,表现得愈发出色, 我们无需因某个时刻的表现,否定一个球员的贡献, 也不必对目前的状况自怨罪意,相信伴随着这些年轻球员的成长, 中国南篮将重现十年前的荣光,欢迎关注砍野砍球, 各类心中又对刘伟有何评价,欢迎评论区与我互动,图片来源网络。